来 这么晚了 你俩干吗 我放心不下你 我想见你 对不起 怎么突然说对不起啊 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我受不了这样日复一日地 等下去了 我们再读一次 这一次读的 是你的命 秦桑 赌势一定有赎赢的 可是我清醒的是 我的生死在你手中 我怕你会因为我的任性万维而死掉 我害怕你有命 怎么办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 快回去吧 我不回去 听话 回去好好休息 只要有一些生机 就离开江苏 我们离开 我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重新活着 不是我们 是你 为什么 坐 你们 正好 好 我 坡 好 我 师父 走 你 你 ? 我 把我娘的织锦 带到我爹面前 烧掉 不要 要走我们一起走 你不要再扔下我一个人 如果父亲要软禁我的话 你还是要去明洪云那里 把我娘的织锦带走 我不想让他一个人 留在那个宅子里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们不会有事的 我去求大哥 求二哥 求二嫂 我去求他们放过我们 让我们活着离开江泽 别傻了 我只希望你能离开这里 去一个一家人 都找不到的地方 那样我才放心 你要做什么 算一笔账 我娘留下的仗 你就不能放下吗 师父生前对我寄予厚望 我还未曾施展 尽此一搏 死而无憾 现在外面怎么样 现在外面怎么样 我输了 父亲为了逃避这个案子的审判 连夜起程 带着大哥上池山了 如今父亲不在 高都军 张希坤他们都没有办法决定你的生死 你的命 如今就是一连胜的一句话了 我猜到了我爹会这样 那年我娘被人冤枉 病倒在床 豪尽一身傲气 吃尽了不少骨头 就是为了等他从军队回来 换我娘一个清派 可是他回来了 却像现在这样 躲在了幕后 任凭大娘他们辱他 骂他 后来见到了 本来以为会还我娘一个清派 可是他就像见了瘟神一样 仓皇而逃 我永远都忘不了 他当时那副冷酷无情 焦躁狼狈的模样 那晚我娘为了证明自己的清派 挑护自尽了 他就欠了我一条命 从此对我百般教诚 我就是要仗着他对我的焦灼 让他使我为我娘的灵堂 他不是一身傲气 他是骗不过自己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胆怯的人 生怕别人猜脱他的内心 但我娘不一样 我娘是一个刚烈的女人 他为了自己的爱 做了最决绝的选择 不过我不会这么做 我要好好活着 一直活下去 因为只有活着 才有无限的可能性 你为什么昨天不告诉我 我昨天看你想出办法 高兴的模样 不忍心让你伤心 不忍心 如今江左 也就只有二哥说了算 我怕他会让你偿命 这该怎么办 小子 如果二哥真的想对我动手的话 就不会给我回复原的机会了 我知道去找谁了 谁啊 天盟会 就算坐火车也要三五天的时间 更别提让他们打过来了 那我去找米红玉 她有那么多办法 一定可以救你出来的 你不吃醋了 谁让你们那么会演戏 害得我以为真的有什么 白白掉了那么多眼泪 闽红玉 秦桑 闽红玉这个人是个谜团 她无论到哪里都游刃有余 所以大家认为她有通天的本领 我对她的了解 仅限于她在雍南程家的那段过往 可是她离开程家之后 遇见了谁 去了哪里 我一概不知 我之所以敬她 献她 是不想成为她身后那个人的敌人 你要是去求她的话 恐怕 我是要付出今天的代价的 闽红玉这个人如果要帮你的话 他是在放债 但等到她收债的时候 会让你倾家荡产 我只是想救你出来 我只是想救你出来 我可以去求别我所有认识的人 哪怕是被他们利用 不可能 让我两个人 不行 你女儿 感谢观看